谢谢谢谢 谢谢刘警官 您客气了 讲庄就不必了 我们墙壁上 已经快贴不下了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你说 如果主任要表扬我们 干嘛站不过来啊 直接贴在布告栏就好了 谁说要表扬你们啊 我们惩监除恶 坚毅有为啊 哪次在校外打架 你们不是这么说 都让你们坚毅有为了 那要警察还干什么 不行 现在正泽已经引起太多关注了 这次我得惩罚你们 主任 学姐们只是基于同学爱 要罚就罚我一个吧 或是我惹的 明天同学 我怎么会惩罚你呢 来来来 身为正泽的新生 你不卑不亢 面对恶事 还可以撑到学姐来拯救 你应该被奖励的 想 从今天开始 主任派专人贴身之道 让你迅速变强 至于你们三个 就罚你们牺牲可余时间 积极锻炼明天 谢谢主任 我愿意就做准罚 主任 奖励跟惩罚为什么一样 怎么就不能一样了 没听说过殊途同归 一提两面呢 可是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你们出去吧 谢谢主任 明天 等我 明天 等我 明天 雷德姆 我们时间要抓紧了 除了吃饭 睡觉 上厕所 所有时间都要跟我施断 董角敏 你当我跟方雨是死了 还不再生气啊 快点给我 为什么啊 明天我来顺便就行 当时就还给我 主任都说的是我们 三个一起训练他 不要 我训练他就行了 学姐 变不变强 对我来说不重要 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还有事先走了 明天 都是你明天生气人了 明天等我 你个臭小子 怎么那么倔 什么也都说话了 还是 那 看来啊 他这么讨厌格斗 肯定有原因的 责责联赛 是不是新张药参加 对啊 怎么 没什么 两心之间要想和谐相处 一定要用对方法 胡搅蛮缠 霸道任性 那都是不行的 谁愿意在这浪费时间 听这些 程雅楠 看来你对两性和谐相处的问题 有些意见 不妨说出来听听 和大伙分享一下 教授 在我程雅楠眼里 没有两性 只有对手 所以不需要和谐 只需要你死我活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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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格斗只是一时的 两心相处才是一辈子的 教授 陈雅南同学呢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啊 他连少女心都没有 宋小米 谁说我没少女心的 欢迎 你告诉他 我以为我没有少女心 找一个更没有少女心的人 来替自己作证 这不就像是 叫土匪来帮小偷 证明自己善良要搞笑 宋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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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少女心 安静 安静 你们两个先坐下吧 鸭头们哪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的原因 我待会儿所讲的内容 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我一人认真学习 都 和